今天我們來試吃 獵奇口味的 搞什麼搞什麼 我叫阿鑫 今天我們來開一張披薩 前一陣子的時候 Pizza Hut他們出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奇怪的口味 有出什麼 珍珠奶茶口味啊 臭豆腐口味啊 還有榴槤口味 欸對那個時候 看到的時候就已經覺得夠奇葩了 最近咧 他們又再推出了兩款 全新不一樣口味的披薩 那這一款是送的 這兩款口味咧 分別是什麼 讓我看看我的小發票 三針海味口味 它這個三針海味 不是山上的山 是三針海味 好像是把三種在海裡面的東西 全部組合在一起的口味 另外一種真的比較奇葩一點 有點獵奇 韓國部隊鍋披薩 部隊鍋就好好的 給我待在鍋子裡面 你突然到Pizza的時候會幹嘛啊 就是這兩種口味 我們今天要試吃給大家看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不過欸 今天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今天呢 後半部分 我們會去馬天島 所以如果你不想看我的話 還是看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拍 你看這麼辛苦 來 第一款 第一款是我們的 三針海外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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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很豐盛欸 我現在看到那個黃黃的東西 在上面一大塊的那個東西 應該就是干貝的樣子 然後 我看到蟹肉 蟹肉棒應該是上面標準有的東西 所以它三針海味應該不包含蟹肉棒 上面應該是 干貝 在魷魚 還有明太子的樣子 總共就三款 三款不一樣的東西在上面 看起來就是海鮮披薩的超級豪華版 好 這是第一款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款 準備迎接視覺衝擊 韓國 不對鍋披薩 Oh my god Oh my god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就試試這兩款 然後看一下 它到底好不好吃 這旁邊這邊還有送的啦 鐵板牛莉喔 上面有青椒 Oh my god 好 那我們熱一熱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試試看看 它到底好不好吃 嘟嘟 這個完了 太日期了吧 欸 整個真的好奇怪 我們先從看起來比較普通的吃起來好了 我喜歡這種比較厚一點 好燙 來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看起來非常非常非常壯觀 然後非常豐富的 山珍海味披薩 いただきます 這我還期待欸 吃這個好像很好吃 這個我還蠻期待的 湯杯肉出來了 有看到嗎 這款比那個 海鮮口味的披薩還好吃欸 這款 小推 小推 聲音呢 欸 4分 呵呵呵 下一份我們來試吃 這個我最驚悚的 韓式部隊鍋 看起來非常非常恐怖 大家知道吃披薩的正確吃法是什麼 不是這樣子一口一口一口這樣吃進去 而是要把它對折 好啦 いただきます 上面好像是有一些 火腿香菇之類的東西啦 いただきます 我吃到泡菜的味道 味道不錯 口感怪異 它的麵的口感感覺很多餘 但是味道很好吃 它如果可以把上面的麵全部去掉的話 它味道真的還不錯欸 泡菜的層次感啊 不會啦 就是那種泡菜的香氣 整體那種來說 好 但是泡麵的部分是多餘的 因為我剛剛有拿去微波 然後泡麵有一點 可能水分不夠 就是有點硬 前面有點像是泡菜 然後再加上那種韓式的調味料 然後後面這一段呢 全部都是肉味 就是火腿啊 然後豬肉片啊 好多好多好多料 全部擠在後面 還有不得過的那種感覺 很特別啊 但我不會去就是常點它 它比較醒一點 是可以試試看看 但你大概吃個一兩片 可能就會膩的那種感覺 好 好 嗯哼哼哼 嗯哼哼哼 哼哼 所以它三分 沒有這樣很難吃欸 如果你喜歡吃這種鹽巴 可不可以喜歡 然後上面那個泡麵 真的多餘 如果把上面那個泡麵去掉的話 評價可能會得到四分 所以這個給它好 三分應該差不多 來 下一個部分呢 我們要在香港 不是 馬天島 什麼香港 馬天島 我們在馬天島呢 重製剛剛的部隊鍋泡麵 披薩 接下來呢 馬天 他就親手操刀 然後為大家示範 他做的 部隊鍋披薩 披薩 來 來到香港的部分了 又是這個非常 溫馨 讓人心很軟的背景 因為香港是沒有奇怪口味的披薩 就不會那麼多了 這是有 但是 不會叫 所以我們來自己做 如果你也不想 發那麼多錢在披薩上面 我告訴你一個比較便宜的方法 然後比他們不堆窩的披薩 跟不堆窩 首先你要準備怎樣 起司 番茄豆 番茄 茄汁 焗 焗 茄汁 焗豆 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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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台灣自己沒有出 是嗎 所以我買了韓國午餐肉 韓國午餐肉超貴 這樣一罐一百塊 這樣一罐一百塊 所以如果你要做 可以挑比較便宜一點點的午餐用 把它吃成小塊 耶 半罐 所以你只用了五十塊土药 不算很貴 是不是 是嗎 是 是吧 是 回我是 在下面comment說 是 不貴 你要把它切丁 是這樣說嗎 切丁 你知道在香港切丁 是有另外一個意思 但是好像台灣也是一樣 是不是 丁 非常好 另外你要做的是 先開烤箱 好 動式切好 然後 起司 先拿出兩片 兩片 拿出來兩片 掉出來兩片 也是這樣 先把它 放成一塊 一片一片 包裝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然後把麵 跟那個菜包掉進去 再來 起司二號 我們等 麵煮開 這裡有一個碗 把茄子 拋到封進去 因為 不堆貨 其實是 把罐頭 煮起來吧 在我來說 就是這樣 只是有點辣 它是把 拉的麵 然後做底部 然後把 所有 罐頭 都拿去煮 就這樣 這個是我們的番茄 好像披薩 底部 那個番茄醬 然後那個辣味 怎麼會比較接近 戶嘴 或者是把 這個麵 的那個粉 拌進去 最終你做出來的話 就會很有那個味道 是不是很聰明 料理的天才 不用太多 因為會 太辣 半包左右 然後拌勻 我們的特製醬汁 就做好了 這個醬汁的味道 非常的濃 有沒有 韓式的感覺 馬上就出來 好 我們準備一個盤子 然後把麵拿出來 不能太軟 要保持好那個Q度 所以解釋就是靠經驗 把麵鋪平 然後 加一點壓力 給它一點壓力 這樣 最後 拿出你的烤盤 把所有東西組合起來 來 現在我們已經 形 形 形形形形形形狀 已經完成 啊 很熱 披薩的底部已經做好 所以我們加我們的醬料 番茄醬 披薩一定要有 比較溫柔的把它磨上去 是茄子豆 我炸了茄子豆 如果不夠的話再加一點 邊邊要留一點點 不能太多 然後把我們其他料加進去 這是那個午餐肉 隨便撒 你喜歡多少就加多少 給它一點壓力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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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起司不能太小 也不能太多 起司與起司之間 要有一點空間 起司上面再放一點 點綴一下那個表面 然後所有做披薩的人都會告訴你 你不做這一步 你看起來就不對 一點點橄欖油 這樣 放進烤箱 25分鐘左右吧 A few moments later 來 你看 多漂亮 還有最重要的 差點忘記要加 這是泡菜 但是不能加進去 因為烤過的話 它會軟掉 然後 上蠟的口感會不見 所以要分開加 就是在 最後再加在表面 最後加一點綠色的東西 在上面 這樣 Wonderful OK Woo 登登 登登登登 登登登 登 完美的 保對我披薩 最重要是拍照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的 我們的 其實不用試也知道 一定是很讚 有點像那個 肉醬千層麵 麵的小麥的味道 配上 午餐肉 的油香 再加上 茄子豆 酸甜 平衡 最後 就要有 紫色的濃郁 當所有東西 溫和起來之後 最後再有 泡菜 把所有油膩的感覺 都平衡掉 料理的天才 完美 但是我不想再吃 第二口 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 像義大利麵 烤過的義大利麵 Alright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告一告 如果朋友喜歡的話 別忘了下一個大大喜歡 也別忘了 去我們的粉絲團 點一個like 我們下期再見 see you guys see you guys byebye 為什麼拍影片這麼辛苦 是為了什麼